各位亲爱的家人大家晚安 很开心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三晚间的台中教室圆满人生经营会 感恩导师感恩天地为我们打造这个梦想舞台给予我们这么多的工具以及配备 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幸福满满能量丰盛满意 那我们接下来要导读超级生命密码 我们今天从第三章第一段开始 然后在我们开始进入导读之前我们要来介绍超级生命密码这一本书 那这一本书是导师在2010年的10月份所撰写的超码系列重书的第一本书 那一直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了16本书籍 那超级生命密码这是一本应应TT因缘邀约所诞生的一本奇妙好书 它也是一本生命之药能够解开你我千年的迷惑 揭开生命秘密即得重生而去 量身塑造太阳般的光彩 生火宇宙丰盛祝福 到处浩瀚星空音音齐许引领时期宇宙能量改变生命地图 承运光的祝福启动生命奇迹 在你我开启本书密码的同时 永恒生命的智慧与宁静即将一一被展开 持有本书能量生命即已圆满 轻松拥有密码之妙解开所有的难题 浅显易懂告诉你光的神秘作用力 令你事事如意作者是太阳圣的导师 而我们的大家长在上个礼拜五期成回到美国之后 即将在六月份回到台湾 以及在七月份来到马来西亚跟亚洲地区的华人学员朋友们 再一次的相聚 那我们也很开心 我们即将在第一批的美国精进班的学员 越越出团 然后一月份 1月24号我们即将启程 来到美国参加进阶班 真的很期待 好像要远逐参加自强活动的小朋友 这样子太开心了要到西方去取经 那在封面这边讲到的光的神秘作用力 这个是真实不虚 在引起这两天又再次欣赏金美姐 在12月19号她代班的就在这个这个教室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去欣赏 对哇 她能量满意 光亮无比 那我想这个也是光的神秘作用力 因为我们知道金美姐呢 她永远所有的活动呢 她都是不落人厚 然后她永远都是低调默默的做 永远都是不居宫 那不管呢是内宫外宫呢 她都内外双运呢 都是实修实练 那每一天呢 一大早起来呢 一讲的弟子归 每一天的108天 一天的心法 还有呢 每个礼拜的发书 每个礼拜的好几场的金一卫呢 她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实修实练 那但是最难能可贵的是 其实金美姐在她的生活当中呢 是运作着很繁复的 而且很庞大的一个公司体系的运作 同时呢 也有她自己的红尘室 还有家庭的境界呢 所要圆满 那所以呢 我想那样子的一个能量啊 那样子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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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那个光的神秘作用力呢 我是看到天地呢 给予金美姐的祝福礼物以及交代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先请金美姐 跟我们大家共振 还有分享 谢谢 老师好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亲爱的苍马家人 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好久没有参加周三的基因会了 对 很想念大家 那其实很感恩 一起给我这个机会 那我今天会接触超满 真的也是很感恩 一起 因为她呢 只要有好的 一定会跟我介绍 不管是在她的事业方面的 或者是身心理课程方面的 那我之前真的就跟着她去上了很多的身心理课程 那说真的真的一堂也听不懂 尤其那个什么 林 林贤忠 还是国 林贤忠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神秘 非常非常的神秘 她还送我一本什么生死学哦 我今天也看不 就这样子摆在暑假上面 可是后来她介绍我这本超级生命迷茫之后 我发觉导师写的真的是 虽然说很白话 可是她里面的内涵却是非常的深远 非常的广大 那看我们怎么去看她 如果说深入浅出的 可是她背后的意义又非常非常的不同反响 那你真正的去做的时候 那种感受力又不同 然后每天看到的事物又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跟见解 当你第一篇看到第二篇到第三篇 其实每天看到的都不一样 同样的事件或者是同样的一段话 有时候导致了一篇的太阳西雨 跟我们的感触也都不同 像我今天就感受到 我今天就感受到言语的部分 因为呢我突然回想到说 以前我婆婆还在的时候 那时候呢因为我没有智慧 没有办法去疏导她 导致呢她一天到晚所产生的都是抱怨的话语 那我们做媳妇的不比女儿 讲出来的话又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所以就是变成只能就是默默的在旁边陪她 那这样子根本没有办法去疏导她心中 不管是对先生对她的子孙的那种 没有办法常办左右的那种心情 那现在接触超马之后 我们知道说其实都是有方法可以解的 那回想这样子下来 我就觉得我公公我还蛮能够稍微能够跟她 至少还有孩子可以帮忙这样疏导她 就算阿公有时候气上来 或者是一时的性情一些不好的习性 在左右的时候呢 我们都能够用导师所教的方法 运用她的适两拨千斤的方式呢 去疏导阿公的那种心情 然后马上呢她就会转提微笑 所以那你的生活境就会跟着慢慢慢慢的转 所以真的是说很感恩能够接触到超马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去 那你就会过得好像每天都很开心 那之前呢是不懂的不知道怎么用 只知道说每天上班下班 然后就很累 然后呢一整天下来就茫茫然 不晓得我今天到底学到了什么 然后好像有一天空渡的样子 可是你接触超马之后呢 你不会这样这种感觉 你的内心是充实的 而且呢你的能量是满意的 那你一整天下来 即使你到了十一二点 说真的 我以前只要十点一到 我一定要上手睡觉 不睡觉我已经会哈欠连连 可是现在不一样 有时候开会到十一点多十二点多 甚至我们如果有分享会 或者有其他活动回到家 有时候是一两点的 那我隔天一样是五点多 六点就起床照常上班 那一整天下来也不会觉得累哦 就很奇怪哦 但是这个呢真的是要靠自己去实际验证 所以说今天如果有新的学员 新加入的超马的朋友 我们的家人呢 真的好好的把握这一个超马系统 简单易学 但是呢重点在于我们的心要构成 然后真正的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 去实验看看 那每个人呢 的感受都不同 为什么 每个人的因果业力不同 那如果说我们取得我们正负平衡之后呢 其实好像做太空术一样 会很快 但是呢 就算我们得到了 还是要如保初心 那颗心要永远那么真 然后不要忘记了导师的教诲 导师一一期盼的就是要我们各个成大器 然后呢把这一份爱跟这一份感恩 再把它传播给更多更需要的人 那我们期许说我们台湾 尤其是我们中部这边呢 变成我们彰化 不是彰化 我们中部这边 变成我们超马的大本营 那我们就是各自努力 然后尽量加油 当然寄自己最大的努力 不要忘记了导师六月份的讲座 我们中部这边呢也要冲到两千人 第二天哦不是第一天 所以我们要加油 好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金美姐的分享哦 我觉得她真的是能量很满 我刚刚听到唱歌很好听 因为一个人能量满的时候气很足够的时候 那个歌曲唱出来的那个味道 而且就是真的很好听 因为其实很多学员都反映了 经过这一次呢 我们的星星年音乐饷宴之后呢 真的发现其实歌星唱歌也 也不一定怎么样 但是呢我们的学员呢 我们的志工职工呢 来演唱的时候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 那一切呢就像导师讲的 一切皆在于能量 那金美姐她说呢 学习超马之后啊 过去的那一种 那个内心的烦闷啊 空虚啊 或者是很多点点点的那种感受啊 都被一种喜悦 快乐的一种幸福的能量取代 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那个 在爱的呼吸里面讲的空气里啊 就有一种喜盈盈的感受 那很多学员她也分享说 就不由自主就会微笑 而且呢有时候连自己在开心什么 也说不上来 就有一种很开心 那因为这样的能量呢 我们遇到很多事情都能够处置太然 然后遇到 遇到任何的情境呢都能够 脾及太然 好然后接下来要请玉姓杰 为我们导读第三章 世间变数捉弄人的第一段第二段 星际原版第三版五十二页 第二版五十四页 好 超马家人晚安 一姐好 我念第一段跟第二段 我相信大家都有过一个很深刻的体验 就是当你感到非常笃定的一件事情 后来结果总是出乎你预料之外 所以经常有人感叹说 计划赶不上变化 这是大家相当不变的生活经验 所以这一篇我们来谈谈 世间的变化真的那么多吗 还是什么事情都会一成不变的照着你原来的计划进行 世间上有很多人本来庸庸碌碌的过日子 后来因为生活上的某种机缘变化 前途变得越来越好 但也有些人总觉得自己的前途可以飞黄腾达 却因种种过程的转变和影响 当他越走越辛苦时 才亚然的发现世界上的事能说所得不多 事是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舞台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认为生活里充满片化多端的人 曾就往往超过执着以笃定计划 想法一成不变的人 谢谢 感恩玉兴姐的导读 然后接下来要请玉兴姐为我们分享 我想这一段对玉兴姐来说真的是再贴戒也不过了 一般我们在讲说计划感不上变化是属于一种负面性的形容词 但是在超马系统里面你会发觉好转的速度 真的让你计划感不上变化 玉兴姐就常分享说都没有想到生意那么好 生意就自己那么好就没有想说要要那个这么样的富有 就一直就是很富有也没有想过说要变那么美 就自己自动变那么美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呢请玉兴姐来跟大家做分享 好 大家晚安 其实一切都是不求知的 对 就是那道超马真的很发喜很开心 每天当我去分享给很多的朋友的时候 我就是那个能量扭就一直出来 感觉的全身都是热热的 在分享超马的时候 我觉得好书生好书生 就像我跟老师说 我就是要当超马的志工 我的事业我也没在做 家里是电器行 就给我先生自己去估 可是我就叫我跟我老公说 那你就不要做了 那个真的很辛苦 那个电器的东西都好重好重 而且年纪也大了 然后就也不知道怎么 我越做得越开心 他生意就越好 像这几天我一下楼看 怎么整天都是祸一直进来 我说你不要做了 他说没办法 祸就一直进来 我就觉得 怎么 当要他休息 反而生意更好 我觉得天地的祝福一直都在 只要我默默的在做 我真的就像我妈妈 身体越来越好 我觉得怎么 天地给我的礼物怎么那么多 我妈妈本来快插管了 她那时候真的很严重很严重 可是可能天地有给我们很多的加持 祝福 她现在胖了十公斤 还可以去菜市场逛一逛 你看我们多么幸福 我真的有时候你用金钱买不到的健康 买不到的幸福 可是在抄马有导师的教导 我真的很感恩导师 所以导师回美国 导师的每一首歌 我每一次唱我都是流眼泪 我觉得我好感恩导师 导师真的是满满的爱都在 她时时都在我们的身边 照顾着我们 所以就这样 就是给自己一个期许 就是要好好的努力精进 我说我每天给自己 一定要去接引善良有缘的人 我一定不要浪费分分秒秒 一定要来报答施恩 就像我自己这阵子 也是我想说保养品就不要做了 就专心做抄马 也是很多朋友就一直掉钉保养病 我就说怎么 我做得越开心 然后那些钱财一直来 我就觉得真的 抄马真的是我们唯一要选择要走的路 当你做得越多 你的不求自得越多 天地的法流也一直都在 然后今天做行法我也很开心 我都看到我 看到我在里面跟导师 我觉得真的好开心 好开心 真的 当你无所求的时候 真的天地一直都给你给你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 是我一生中我活到这么老 我觉得来这里是我最开心 最开心的那种 圣心灵的聚合 那种正负平衡当中 你会觉得富有 真的是在天天我当中 每天都是很富有很富足 所以我一定要更努力 我一定要更怕病 然后六月份的两千人 我们一定要做到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设定目标 要淼淼GPS 淼淼感恩导师 好谢谢抄马家人听我的联听 谢谢 谢谢 玉姓姐的分享 只要和天心呢 在超马系统 一切呢 都有了交代 然后接下来 要请惠宏姐 为我们导读第三段 第四段 2009年3、4月左右 一位在某宗教非常知名的先进 因为在领袖过程中 接收到2012年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而且他还接收到 2009年下半年入秋后 世界很多地方就会开始发生 大大小小的各种灾难 而那些天灾所造成的灾情 实在令人惨不忍辱 于是他抱持着一颗慈悲之心 号召了世界各个组织 运用巡回演讲的方式到世界各地 把消息突入给大家 经过他的告知后 只要参加过他所演讲的各界人士 都知道2009年入秋后的大灾难 而这些大灾难都是 依序者2012年来的 当时大多数的人都相信这个说法 毕竟这位先进在宗教界 占有相当崇高的地位 结果2009年的秋天到来 又缓缓地离开了 其间世上虽然发生许多灾难 但造成的影响却不像他所说 像地球末节一样的严重 于是曾经听过他演讲的各界朋友 都开始怀疑 这位先进预知事情的准确度 聘结将矛头一转 觉得是他在炒作自己的知名度 让这位先进的名誉蒙上阴影 于是有朋友就来问我 想知道那位先进所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不会明白 如果未来的灾难注定会发生 那怎么会在这位先进向大家报告后 却什么都没有像他所说的发生呢 其实我们整个地球世界宇宙 都是充满着各项变数的智慧体 千万不要把肉眼所看到的各种形体 和事情想的过于简单 而忽略了人体的构造和宇宙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好 谢谢 谢谢 慧永姐的导读 然后赶快请慧永姐来做分享 我觉得慧永姐越来越可爱 很像小朋友回到赤子之心 然后当时的单纯善良 还有那种纯净 还有那种喜悦 感恩宇宙天地感恩导师感恩几学姐给我这个机会 最近真的很高兴 因为2019是一个新的年 那好像大家在想说农历到的时候大概会有什么转变 那我们想的转变就是往好的去想 因为呢 导师希望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然后有爱的共赞 感恩的连结 那我最近的日子的分享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在做的工作是要带人 可是呢 意见很多 我不要怎么巧 可是呢 导师有教我们一件事 就是呢 在我们红尘当中很多事情 如果我们的智慧没有办法去处理的话 那么我们用心法来做 结果做了两天以后呢 开会以后 我跟天地跟太阳公共讲 因为我也不懂什么是最好的一个境 结果到最后开会的结果是 但是大家都是一个同样一个意见出来 就不会好像我们平常会怀恼东 怀恼西 要瞧这个人要瞧那个人 就自然而然啊 就靠拢然后排一条线整整齐齐的 就非常听话 所以我非常感恩 还有我最近我老公说 他早上起来做完心法 在我们的办公室啊 接着人家就排队来付钱 排队付钱 我说真的假的 对啊 那个人就说要订花 然后那个人要给我们什么花的 会用有的人是给我们整年的会用 因为我们比较特殊 我们那边庙宇很多 所以呢 大家都给我们包整年 所以过年快到了 我们又是一个旺季 可是呢 这么忙 我老公竟然在上个礼拜 他可以参加七场的青年会 我自己都不敢想象 因为呢 我们要这个东西 所以他就会把时间把它敲出来 真的很厉害 我真的也很配合他 以前其实到彰化跟台中来的时候 我比较少来 可是呢我看他都这样跑 我真的不跟着跑 我真的会输他 我不能输他 我真的不能输他 所以说呢 非常感恩天地 我们现在夫妻有一个 一个共同的一个心灵的寄托 而且老实讲 我们真的 每一次只要有活动 我们都把我们的工作 一直挪一直挪 像我那天因为我要主持工作 那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你要不要去跟哪一个人讲什么case 我说我没有空 那他说你没空好了 我再请别人帮忙 可是他做出来的业绩是我的 那天的业绩就有十几万 所以说我非常感恩 我来做天地的事情 然后呢天地会帮我瞧一些 其他我没办法 时间不能容许的事 那我们如果说在这个超码 你想要很简单 你把所有的时间 把我们的超码当做 第一个定位 那么你的路一定都是非常顺 非常好走 非常好走的 那我们这么多人 都有在这边分享见证 那视线在我们身上 你们就不用再怀疑 尤其新的朋友 所以呢我们一起在这个超码里面 共同努力 然后呢一个精进的当中呢 你要的一些困难就是化于无形 就这样子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好谢谢慧鸿姐 但是我想要请慧鸿姐 再分享一段 她上次有分享到 那个她去拔杯 然后拔三间庙的故事 四间庙 四间庙 对 因为我那一天读书会完 那一个家人分享说 她有去问土地公 因为普通时要做生意就是拜他们家里的土地公 那我就灵机一动 说老公 老师说做实验 那今天你们来做实验 那因为我们那里有一个太平妈 是我们大甲妈区都会进驻那里的 另外一个是老大妈也是 在马祖里面她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那我就先去问那个太平妈 以前我是帮忙这个庙是写企划要经费的 那我就先去问她的时候 因为导师有讲 如果神明 如果她没有三个圣灰 她可能就不是那么真心帮我们导航出道 那我就问太平妈 她就说现在我们的所有的 就是天转到我们超级生命密码 那么这个是当季的水果 而且很多人在这个上面受益 我请你去请那个千里言顺 去调查看看 我等一下再来跟你讲 然后过一阵子以后我来拔杯 就两个圣杯 两个圣杯以后呢 第三个她就笑杯 我说太平妈不行 老师说要三个圣杯才算数 你才有诚心帮我们打帮助到 结果呢 后来她真的再给我三个圣杯 就这样子 那我就说好 OK 那我们再到我们住的地方的土地宫去问 那土地宫 这个土地宫很快 因为土地宫感觉能量场还算OK 就是很干净 结果去问一下这个土地宫很快 倒倒倒倒就三个圣杯 那我就说老公 那我们继续到那个另外一个土地宫 我们做生意的地方 刚刚是住的 现在这个是做生意的那个土地宫 那土地宫 我怎么拔都没杯 他现在是圣杯 他现在是收杯 他现在是收杯 有时候再加杯 结果一看 哇 他那个叉香的地方是什么 廣福宫的福德正审 我说 哦 那这个是老大妈的土地宫 那我先去问老大妈 好之后 我再来问你 好不然就收杯 我就去老大妈那边问 那老大妈就给我 也是一样 我就讲的方式一样 结果她就给我两个圣杯 第三个是什么杯你知道吗 对 聚杯 聚杯 聚杯我就笑一笑 我说老大妈 不对 我们老是说三个圣杯来算数 你刚刚那个聚杯 我不知道你是太杯了 不是 昨天是又想杯 你给我 又補我一个想杯 那真的又想杯 后来就是 老大妈问后 就是冠福宫 然后我就回到这个土地宫这边再问 我去老大妈已经讲好 三个圣杯 那你要不要打帮主导 结果就三个圣杯 我跟你讲 你看 我真的这样去试 一天试间庙 所以说 你们不用再怀疑了 就是 找这三个密码就对了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慧容姐的分享 所以以上的分享呢 不是鼓励我们去试 不是鼓励我们去问神明 而是说 我们不要再怀疑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跟分享的 我们呢 把那个怀疑的时间呢 我们好好的 在这个系统里面呢 好好的来做实验 因为所有的收获呢 祝福呢 受益呢都是给予我们自己 好 然后接下来 要请昌良哥为我们导读第五段 第六段 我们开始导读哈 书籍后网络上提到一些有关人类应用车 从目前在 抱歉 目前在研究报告中 阐述这方面的理论并不多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发体 可以和宇宙间不同的层次沟通 而你能不能感觉到这个沟通 就要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智慧 这种智慧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敏感度 不论你有没有察觉到这个敏感度 你的身体都会一直在 宇宙间做着持续性的沟通调整 以及其他相关的眼镜 书籍后网络上提到一些有关人类应用 右脑后左脑的程度是不成正比的理论 因为左脑和右脑负责的区块 一个是在你的生活界面 负责日常生活所需要 会心的东西 另一个是在平民之中 传达你和宇宙间互通的诸多信息 所以尽管现今的科技在发达 研究到的只说明了人脑大部分的区块 还会开花和应用 但究竟如何却不得其解 事实上每个人生物和个体 都有他和宇宙间沟通的管道 好谢谢昌良哥的导读 然后我们请越来越帅的昌良哥来为我们做分享 给昌良哥一个掌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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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今天来分享一个超级英国密码的书圣 我从近来超码 体会到要将心门打开 其实有时候说心门打开 会是一种安慰自己 心门是不是真的打开 就像导师讲的不是口号 没有诚慕的心 没有办法打开心门 我从超级英国密码当中 发解了英国四个天律 让我诚慕 让我释怀 今生的所有得到的狗包 是来自于前世累世的作为 也就是所谓的 今生狗前世英 今生手作为来自得到的狗包 当我透彻的知道这一个道理 天律之后我成虎了 从那一刻开始 我认真努力的追求 所谓的圆圆里面的绝不相欠 其实还真是不容易 光是今生要不相欠 就非常的难 说实在话 还要让脸是不相欠 谈何容易 说真的 我一再的忏悔 忏悔再忏悔 感觉到有时候 觉得很轻松的 但是 有时候回头来想 真正的感觉 也是 是懂得沉重的一个孤单 所以后来 我想要让灿尾做到到位 我努力追求得知良 努力的想要指露 我从地址规当中 我发觉今生 人家说所谓的修行 是修心 修正行为 所以 至少至少 我到现在我可以肯定的 对我自己做交代 我已经可以做到指露 就在前两个礼拜 刚在车子里面 也跟我们二位家人分享了一下 是一笔 我认为是可观的利润 但是 说实在话 我不再照应了 所以我断然的拒绝他 跟他配合 所谓的同友合物 那是一笔八位数的利润 不是交易了吧 我很捨不得 说实在话 但是 我觉得 现在修行 是要 灵命提升 不是追求所谓的财物 像我们刚刚 一星主持人说的 我看看能不能做到不求自得 前几天 让我们殷琦学姐指点了一下 我真的彻底的发现 我度人这一块 实在是太欠缺了 我会再努力的 来要求自己加紧交募 跟上这个进度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插干哥的分享 所以呢 为了今生呢 乃至于来世呢 绝不相欠呢 所以我们今生 再次的来到地球道场呢 我们是有所目标的 好 我们要 有一些事情要做的 好 首先呢 我们呢 是需要行功利得的 是需要 储存 资粮 是需要积累的 那但是呢 绝大部分的人 他都是在花祖产 所谓祖产是过去 深深是累积的 所以 引起的体悟是 可能我们今生呢 比较漂亮啊 或者是比较聪明 比较富有 其实都不是自己努力 自己聪明能够获得 嗯 那哪怕我们现在 有一时的功成名就呼风唤雨呢 那都是过去呢 种种 资粮的积累 那但是呢 聪明的人 有智慧的人呢 他会为了他未来 世世代代的昌盛呢 而做呢 有时想无时的 的 智慧的一个 一个目标的设立 所以呢 我们呢 今生呢 有机会遇到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真的是 很有福气 我常常 我常常都在想哦 过去啊 自己很喜欢修行 然后很喜欢学习 然后呢 在修行里面都教我们 要去做很多的布施 那但是呢 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金钱 心力 可是 所有得到的结果 却是那么的有限 嗯 可能呢 我们在等几十年后的 一个结果 可能在等着来世 那为着呢 现在的痛苦呢 又紧紧 抓住 手上的那一个 木头啊 那一个 那个枯木不放 那真的是了无出气 可是我们 来到这个系统呢 很快的 你会发现呢 我们的静呢 各方面呢 只要按对密码 只要如法实修 很快都转了 那接下来就是 看我们的智慧呢 是否 是否呢 做下这一秒 最明确的抉择 在心要笃定的前提之下 要与不要 抉择呢 就在此刻 好 然后 接下来要请慧芬姐为我们导读 第七段 第八段 我开始导读了 其实人和宇宙间的关系 就像是手机和卫星之间信息沟通一样 只要你的手机能连上线 就能持续从卫星的所有信息库 做迅速的更新 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关系 就不然理解 人类身体构造和宇宙间的关系 必定是频繁密切的数据交换 及信息沟通 所以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不代表不存在宇宙间 譬如你今天买了一支新手机 在还没有和电信公司 签约开通之前 手机的功能和运用程式程度非常有限 但是一旦把讯号接通了 手机可以和卫星的信息库同时运作时 卫星的信息库就会迅速的将 与你有关的任何信息 平凡且精准的传入你的手机的资料库中 哪怕是下一秒有新信息给你 你的手机都可以马上接收 而人类和宇宙间的相对关系 就是像这样的互动变化 我特别试着在这把这个关系指出来 是希望以后我们无论以科学家的角度 还是个人或团体的立场 在探讨过去发生事情的种种 经过和关系时 能更容易了解和看破事情发生的潜在因素 这个理论如果在多年前科技和资讯不像现在那么发达 可能会让大家摸不着 不知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但现在我们没有理由再说不清楚 世间万物和宇宙间的密切关系了 这是相当重要的事实 因为当你知道这其中的关系 在未来要做决定和计划时 你就不会像以前 那样对人生中出现的许多变化和落差 产生那么多的埋怨 不理解和问号 谢谢 好 谢谢 然后接下来请惠芬姐为我们做分享 人世间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不代表不存在宇宙间 而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他要的 他看到的 他所说的都是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所谓的科学 老师好 美丽的主持人 听起学姐好 还有各位超马家人 大家晚上好 好 感恩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 嗯 其实有缘分来到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呢 真的是我今生最大的福分 因为在海美金超马之前呢 而其实真的每天都懵懵懂懂 虽然是呃 我有在经营这个会计事务所的业务 但是每天虽然这样的忙碌 真的也没太多的时间可以去想很多事情 可是日复一日这样子的重复在做这一些工作呢 觉得自己真身到底是为了什么 其实真的只有钱吗 因为以前就是小时候 呃家里的经济就比较困苦 所以就觉得说 欸有钱就可以打发一切 而且只要我有钱 别人一定看得起我 没有钱什么都没说 可是当我开始接触超马以后呢 我觉得真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在这一刻才开始 让我在这边学习 然后去了解真正的可以帮助到别人提升 就是帮别人提升灵命啊 还有利益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 你会发现整天的心情呢 还有过的日子是完全的不一样的 对 现在我就觉得我的目标非常的明切 只要能够帮助到利益众生的事呢 我觉得我现在会全力以赴 因为导师导师一直给我机会 一直他真的 我一直就请教导师说 为什么我感觉我自己好像一直都没有通 怎么一直这个逻辑都一直打不开 老师告诉我说 你去开精英会就是了 对 导师一直要我说要开精英会 对 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是不是我自己的能力 消闲不足 我一直这么认为 但是经过导师一再的给我鼓励 还有应期学姐 真的老师一直给我机会 对 所以现在我要勇于承担 不管是多么的困难 我一定要努力的去突破 努力的去学习 对 谢谢各位 导师 谢谢 谢谢灰芬姐的分享 我觉得在超马系统里面呢 只要目标设立 只要如法实修 只要跟天地之源接轨 没有困难耶 只有好刺激 我觉得在超马系统 真的很感恩导师给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生活 然后呢 我们看到很多的 不可能 画不可能为可能的 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那真的 真的是一个梦想舞台 想到也不过是很多 不久之前呢 好像我们要 要创造一场分享会的时候 一百多人 搞了好几个月 然后呢 要弄一场讲座呢 大概差不多七八百人了 也是弄得好像 就是要稍微比较用力一点 可是呢 在导师这个超级能量 这个超级自发体的一个引领之下呢 你看我们这次的生息 你这两班 五天哦 然后呢 就有 就有这么多的家人啊 从全台湾各地 大家共聚一堂 然后在那个爱的法流里面 在爱的殿堂里面呢 我们享受到天地之间满满的爱 好 然后包括冬夜呢 这里面也是好感动 很有收获 好的 冬夜呢 至高分野的时候 我们再请冬夜来为我们做分享 好 然后呢 再来呢 在这个段落里面呢 他在讲说 其实 宇宙当中呢 有很多呢 他的互动变化 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想像的 我看到有很多女生啊 他爱漂亮 他想办法 他去为自己做运动 比如说像那个 颜希攻略传啊 的那个秦男啊 他每天要运动一个小时 可是呢 我觉得他虽然很美 但我觉得 他就是一个很美丽的躯壳 然后像 我也认识很多很漂亮的女孩子 然后我也欣赏很多的歌星 可是我真的 就像导师在这个里面写个演艺人缘的那一封信 就是当你真的你要发光发热 你的你必须有太阳照 不但照你 而且要照着你这样子 然后 我在这一次 我真的看到相会 怎么变那么漂亮 他真的是你 我觉得他是最认真唱歌 因为他在彩排的时候 他就全部都背起来 而且他唱歌 我觉得他是让我最感动的 我整个都进入那个景气 我相信他也感动了他自己 因为他唱到 他说 基于我的太阳的时候 我觉得他演角是泛泪的 而且很神奇 就是好像那两首歌曲 就在讲他的故事 有那么神奇的感觉 而且当他第一首歌 他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是好震撼 因为整个天人合一 你看他的穿着 跟舞群 跟背景 他们没有彩排 没有讨论 就那么样的魅曲 这不是天地的安排 那又是什么 那相会灵我以前就不熟 我那一天因为看到他太美了 我就上去Google 我想说这是谁啊 这是他姐姐还是妈妈呢 可是当我看到 他收到超马的歌曲 这样熏悉 不过短短 他可能很认真唱 才两个礼拜吧 变得那么漂亮 好像脱胎换骨 超凡脱俗 真的是这样子 而且我还送了一个担担机 给一个很可爱的计程车 小妹妹 他真的听着听着 我也觉得 我就不认识他了这样子 所以导师说要我们好好唱歌 要我们好好做功课 导师很低调 但我们抓到法宝 就要赶快来做个实修 还有那天的舞群之一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我就看到他的大头铁换了 因为这个舞者 我认识他快十年 他是真的身段很好 真的也是属于人中龙凤 但我都不觉得他漂亮 可是他最近真的变得好漂亮 就只是这样子 跟着导师的这个能量流 只是身在其中 好像还 虽然他不是我们系统的学员 还没有好好练 可是这个能量强大到 我觉得他好像还可以用三个月左右 这样子 我知道说很多人他要去整形 好像打玻尿酸是可以 打那个肉朵还可以撑半年 打玻尿酸可以撑多久 但是这是撑 那有没有可能一打就失败 比比监视 你看现在很多小小姐 还有王小姐心灵 好像整个脸型都已经 还吓哭小孩 那就是我们想要美 也不见得那么美 有钱也不见得可以拿到 我心里想要的这个位置 那我那天听到玉兴姐说 他有一个朋友 就是爱美如命啊 然后只要有最新的科技 他都去尝试 当时的这个卖冲光 现在卖冲光是多少钱 电波啦 什么 是很贵啊 两个朋友 那个去打卖冲光啊 两个各花15万 两个花30万 打得跟猪头一样 结果啊 他分享说来超马呢 真的比较美 这个请玉兴姐来分享 比较连离尽致 因为他认识这个朋友比较深 好 我们再给玉兴姐一个掌声 好 以前的我也很爱美 很会花钱 可是我来超马要真的 真的 守身如意啦 我都很花钱 谢谢 谢谢 就是我那个朋友 他 他家也是开工厂 很大的 他是在永静一家 非常有名的老板娘 还有我另外一个朋友 就是刚出来的电波多贵 你知道吗 15万耶 差不多半个钟头 而且那个还要用那个什么 因为那个很痛啊 很痛 然后又要先上麻醉药 然后就为了暧昧 忍痛忍痛 那半个钟头花15万耶 在场的人花得下去吗 其实那个是一种冲动 就想说 就是要变美啊 可是那种美 我看他现在 那天我才去又送书给他 我说 诶 可是还像沙皮狗啊 他那个皮肤 那个真的就是皱到麻药 我说 他不止一次喔 他几乎每一年都追打一次 还有 还有那种脉冲光啊 还有那种 那个 禁肤雷射 没有一样没有做过的 可是他的皮肤还是比不上我 真的我来超麻药 他说 一心 你现在都不用做任何保养 都可以 很漂亮耶 我说 对啊 真的在我们超麻 他是成 真的由我们 身心里 层面里面去 那种质啦 我觉得那种气质 你不去做一些整形 不做美容的话 真的比那些 我们都不用花钱耶 那金融也不用花钱 对不对 是啊 我们这个不用花钱 比那个要花钱 我觉得他每年都去打打打 真的 现在花不下去了 所以太超麻就很漂亮了 不要再去花那些钱了 真的 好 谢谢啊 谢谢 而且呢 我还看到很多的家人啊 现在的大头贴真的很漂亮 尤其呢自从 我看到我妈妈 因为她也不会用那个什么 那个美 那个什么 她不会 她不是用乌她相机啊 可是她可以拍春比乌她 还要乌她 的大头贴 真的是天下无双啊 就是 她每个人都美得那么自然 而且好像 有自带 自带发光体 自带那个美肌神器 自带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对美肤 然后自己带 带那个打 打灯的那种感觉 真的很 非常非常的神奇啊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呢 进入原来父友 可以很简单呢 向上提升的智慧 原因呢就是 我们有这个能量 我们就能够向上提升 我们请 陈浙哥以及孟敏为我们导读 那我们请陈浙哥导读导师的部分 孟敏导读 我们将麦克风传给她 然后在两位导读之前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们有好多的家人 特别是有特别修行的家人呢 她上次报了 美国拉斯为姜斯的一个 秋季班之后 这一次呢 她报了进阶班加春季班 为什么呢 她说 她说她 她一生的修行 没有交代 可是呢 她觉得很神奇 她去了拉斯为姜斯之后 感觉上呢 都 确实是有像在度假 而且呢 也受到导诗密集式的 这个课程能量的滋润以及浇灌之后呢 她回来 她觉得她的修行功力 至少进步了十年以上 那以前是十年要换十年 现在是 可能不到十年就可以换十年了 但是呢 殷琪提醒她 霓子 霓子 霓子看到你修行上功力的提升 你有没有看到你变很漂亮 你有没有看到你变好年轻 你想想看喔 对啊 电波拉比多少钱 然后呢 太阳光荣子多少钱 现在好多人是变得很紧实 然后呢 比较凹凸有致啊 即使胖 胖不胖不重要 而是肉要摆对位置比较重要 然后呢 还有呢 很多 很多的那个 那个 就是在 以前呢 花钱呢 买很多高级的保养品 也不见得有这个效果 而当现在呢 呃 我们呢 身上有那个光芒的时候 好像那些斑斑点点啊 那一些皱折啊 都不是那么样的明显 不是那么样的重要 因为每个人看到你的 就是那一份超凡脱俗的气质 以及那一份无可比拟的能量 好 然后请陈正哥为我们做导读 陈正哥导读导师的部分 那涂地先的 就是一页嘛 不是 抱歉 是两百三十二页 这三个 八面玲珑啊 好 两百三十二页 八面玲珑向上提升的智慧 我们之前谈了许多 关于富有的话题 大家都在追求富有 其实富有 只是一个结果 在过去一定有 有或提升能量的努力 才会产生 后面好的结果 所以不管 不管是过去 现在 未来 向上提升的智慧 和富有息息相关 我每次听完导师的教会 除了思想上的震撼 行为上的改变外 也会去想 下一步该怎么做 该怎么让生活更好 未来的一切 未来的一切能更提升 我们每一天 从真实的生活 甚至于梦里 就可以知道自己 未来下一秒 会不会更好 会有怎么样的发展 什么样的课题 可能会让你提升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 向上提升的智慧 导师的意思是要教导 向上提升的方法吗 是的 这一种诉求 有的时候 会被现实生活给掩埋 倒霉的人 因为不好的事情 接二连三发生 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他原先内心的渴望 和原本人生设定的诉求 最后被蒙蔽在某一刻里 一蒙蔽就是一年 十年 甚至一辈子 哇 那这一生不就是在凄惨中度过 所以咯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有些年轻人 有无限的梦想 显耀的学历 但是突然来这么一招 搞不好就一绝不胜 忧伤终老 如果这是一个事实 我希望你能够看清楚 这是许多人一生当中 发生的事实 它跟能量息息相关 人生诉求被蒙蔽 也和能量有关吗 正确来说是息息相关 你去看看身边的朋友 或是长辈 尤其是老年人 回溯他的一生 看着他年轻时曾经发达 因为某件事情的打击之后 一绝不正到终老 当你将这个事实真正看清楚时 就会发现他像齿轮一样 一轮带动一轮 如果能够仅然有序 往正向走 你就会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那齿轮如果是往复向走 一个带动一个 不就水运连连 假设之后没有遇到像我们的系统 这么好的机缘 一辈子不就完蛋了 这么说来努力去接引有余人 正是当务之急啊 呵呵 你了解这其中的重要性了 为了有一个美好幸福的人生 这个时候你就要看清楚 什么是能量的影响力 怎么样看清楚能量呢 比如说有些人在运气不好 或不得志的时候 往往想要去上一些激励人生的课程 但是上完三个礼拜三个月之后 随着他原先的齿轮转化 慢慢的又把他才激起的斗志给拉平了 嗯 时间真的很现实 它是让人成就或堕落的推手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激起斗志的 那一段时间去创造注意 让能量提升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要在自己的生命 或是现实生活分秒间注入能量源 才能够保证你往正向前进 解释到这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原来能量的影响这么大 您说要给自己的生命或生活注入能量 请问导师能量从哪来呢 有些人一不顺就跑去庙里求神问补 他究竟在期待什么 是期待神明给他能量吗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能量 他认为去跟菩萨哭一哭 拜一拜菩萨会给他某种的庇佑 其实庇佑就包含了能量 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观念 你的信念和未来想要达成的成就 应该在撒纳间超越了时空 让你和现在未来紧紧结合在一起 所以很多人走衰运的时候去公庙拜完 都觉得好像得到神明的保佑了 我要讲的重点是 这个信念必须要你自己上发条 不是等待着他力的保佑开导或开启 能量场的关键 谢谢 谢谢两位的导督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老师的重点是 不是我们去找公庙 不是等待他力 是我们自己上行发条 而当我们呢自己设立目标呢 接上天地之源的时候呢 马上呢上大街呢 能量下来呢 智慧开启呢 所求所想呢 皆是不求自的 每一样呢 皆能够圆满 然后在这边呢 我很感恩 天地呢 就是我 就是说 让我的妈妈也有这个智慧 来学习这个超马系统 除了呢 他越来越年轻 你看我们上次那个主持人餐位啊 他真的站在我旁边 我们就拍照嘛 那后面有一个光 是有一个彩虹 真的导师把彩虹调动来 然后我真的觉得他站在我旁边 真的不是我妈 还是我姐 而且啊 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因为我在我小时候 我国小的时候 我常常在跟我妈妈讲话 然后呢他都没有回答我 因为他都在发呆 我说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他说我老年痴呆 那我不懂那个什么意思 他就说 他说 因为 嗯 我觉得他现在其实比 我小时候的记忆的他 还更加的年轻 然后呢 我也很感恩系统 就是说 因为我看到我妈妈的成长 他呢 他 他以前呢 我最担心的就是 他那个脚不好 走路就是很慢 然后呢 就是 也爬不上 爬不上去也走不远 可是我看他现在 健步如飞 耳聪莫名 口齿清晰 那我想呢 因为呢 我们都在这个系统里面 那因为我们的身体健康 各方面的争议呢 我们彼此有更多的时间呢 为自己的生生世世做一些积累 这个就是福气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财富 所以接下来 请我的姐姐 淳美姐姐来做分享 谢谢 好 再一个掌声 好 谢谢 哎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好 各位老马家人大家好 好 我不要紧张哦 慢慢讲 最近很多人都说 哎 你的脸怎么那么光 我的脸怎么那么光 其实没有叉油 没有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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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也最怕去做脸 我从来都没有去做过脸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这是天地给我的 那很高兴进入超马 现在比较会讲话了 尤其跟以前都不会沟通 现在跟我们一位孙子 来讲的 我觉得蛮不错的 我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 那我来超马 最近这一个月我要参委 我没有做得很好 但是跟老师在吃饭的时候 老师只有给我一个目标 你要double double 再double 这样讲 本来这只手是很痠痛很痠痛 这人回去就好了 然后 我现在只有想说要回去 老师说要double 赶快去增援去度人 那到去度人的时候 真的天地的祝福 真的会出去的 因为这几年当中 我只有透过介绍的话术 接引来的这些人 那现在比较稳定了 要再去开发一些新的 那出去的时候 因为老师有交代嘛 老师听话造纹 老师会给我们很大的助如 那我最近发现到说 因为我的信念 我的信念我只是 从小时候就一直想说 要去度人 度人 度人 那最近 真的不求知的不是我 我有一个朋友 也是一个道亲 那以前买保险的时候 有一笔钱还没给我 就是一段时间一点多了 那有一天打电话说 你 你有在家吗 我钱给你 那我说 好我在家等你 那他在卖那个 那个什么粗乳 他就 他就说好 你要把我买一些去吃 不然你外天有罐 一次就拿三香来 那三香七万八扣掉 然后他送我两瓶 我就没有给他出价 我没有给他出价 然后扣掉 扣掉还要四万八給我 那时候 那时候这十月 十月分 十月分了就说 因为我们老师在卖讲座 大家互相嘛 对不对 互相 你还买十张 十张多少 四千五对不对 好 那十一千 他二话不说 他也就买了 就十张 十张 他就一直笑 一句话都没有讲 然后眼睛眯眯的 只要一直笑 那就回去了 那最近 我听朋友 在 叫他去卖出价子的那个上司 听那个朋友讲说 他们 呼吸复合 我不知道他们 离婚十几年了 离婚十几年 他说 他现在 我看阿姨还在外出价 没有了 他现在 认真跟他老公 都去做志工 以前 我以前常去他家 没有看到他老公 他现在复合了 那复合我昨天 我没有想到说 是因为这张 这十张票的问题 渡人 我常常以前常常讲说 渡一个人 甚至过住妻奏乞 七处叫 对 然后我在想 昨天有一个抄马 那个河梅的 的那个 那个 陈辰大概有跟我讲提的 那个名字 我们昨天就去埔里 去埔里 那一天他拿钱给我的时候 他刚好在我家 我说 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好 他 来修抄马 怎么那么好 夫妻 不是修抄马 我说 那个朋友你有看到 他现在没有再卖出乳了 他现在就是夫妻 听说是严满 而且 本来离婚是复合回家 一起在做志工 他说 我看喔 一定是跟抄马有关系 你有没有介绍抄马给他 我说 我拿书给他 也没有来参加经议会 我才想到说 那一天他拿了十张票 那十张票叫买 他就十张提起一句 他计划都没有拒绝 而且还很乐意的接受 老初常常讲说 只要你接触抄马的时候 祝福就开始了 这个真的很神奇 那还有一个喔 还有一个我们很好的朋友 他先生 刚开始是腰椎去手术 然后我一直想要度他 他喔 我脂很重 他一个朋友在练活的 一直在练活 然后去手术 那个腰椎还没好 要去手术眼睛 然后两个眼睛都手术 手术好了喔 那最近听说 那个尿尿出血 去检查是二期的那个 那个 那个社会线癌 二期的 那那在之前 在上个两个礼拜前 我就一直 他老师的讲座都来参加 然后经议会在和美 有时候参加 有时候没有 他没有很认真 那我就跟他说 他说去讲座 然后我听旁边说 要怎么修 旁边的那个家人 跟他讲说 要做十一项功课 他就一直抱怨说 十一项功课怎么做 这么多 我没有办法做 然后我去他家两三次 我说你就听呼有几次 然后跟太阳相应 十五分钟 那前天告诉我说 欸很奇怪喔 他们有以前 因为先生的疾病不好 就把他们在做法 三更年修改 在整理的时候看到太阳 他说 欸我看到太阳一个这么大 他一直转一直转 他很幸运欸 我说你很幸运 我们不游染吃才七个人看得到 你这样子 你就看到太阳一直转 一直转 他还一直看 我说太阳三万六度C 很次元 你不会吗 有的人看的时候没有需要看的时候 要戴墨镜对不对 他都没有 我说我只能戴那个眼视眼镜 他一直看 一直转一直转 一直大 一直大大大大 然后转到最后一点点黑黑 他没有跟我讲说黑黑啦 那今天我在问他 他尽量看到太阳 他说在看的时候 只有一个好像一个管子这样射 两个眼睛看的时候 管子根本都是射到他家里 我说啊你先生 应该是你要实修 因为太阳已经看到你家里了 我说你观想太阳 你一定要喊太阳圣子导师 要把他称呼 那个太阳公公你观想的时候 这十五分钟你喊 我们太阳圣子导师 你也要把他穿好 要把他射到 那应该我在想 他说 今天很奇怪 他在去看到太阳 就好像一个管子 他直射 那两颗眼睛看的时候 就很大把他 我说有没有射到你家 他说有 就射到我家里去 他我在想应该是太阳公公 应该是老师 去他家再把他许试 看他事实话 是什么事情了 是不是肯定有的交代 那他 我看他应该这样子 他会 又会对一个人来实修实练 因为他说 他的朋友 一直在练活 练很久要去出家 他一直叫他那边都没有去了 他说被我感动 我常常去他家庭打丢 然后单单直接送给他 那因为我说 你慢慢修 不是十一项 十一项是应该要修的 步骤一二三 然后地址归你要读 然后儒法实修要看书 那你只要老实说只要真心 你的心够诚 够真 那天地会助 那记得要发愿 看你是要注运书 还是要去发书 那你书自己一定要讲 他会照着做 所以很感恩 我 不会像我们那个金梅姐好 一心他们 还有慧弘他们 那么那么棒 还有那个慧弘 大家都会感应那么多 礼物那么多 那我只从小一个发愿 要去度人 那度人就是 现在老师有那么多功绩 让我出去就很快乐 每天都很快 那人家会快乐 人啦 会快乐的时候 那老师慢慢地从咳嗽 把我医好 从皮蛇背抓 以后从这个手痠就好了 那这个是你把我调整得很轻了 所以我走路用跑的 去那个香港 去香港我还穿高跟鞋 我回来真的很忏忍 为什么要穿高跟鞋 就走路走路 他们都穿布鞋 为什么要穿高跟鞋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 香港是一个品质很高的那个城市 一定要飘飘飘亮亮 然后他们走一步要跑五步 还要回来又不会 脚不会痠 那真的很感恩 会暑会轻松 像那个走路好像用灰的 感恩老师感恩天地感恩太阳 谢谢 好 谢谢我的姐姐分享 然后感谢天地带我们走 感谢老师带我们飞翔 真的在超马系统 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但是很丰富 一日千里 好多好多的故事 好多好多的点点滴滴 那你还要回忆的时候呢 接下来呢 我们又已经驰骋了千万里 那我感受到天地带我们走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不可思议 而我们只要跟着这个导师的步履 那我想到说 在两年前 我刚那时候到马来西亚 去做一个学习的时候 那我只是说很简单的去做一个邀约 因为刚好我有个朋友 他到马来西亚去打高尔夫球 那刚好我就说 我们的导师在这边 他的讲座很棒 就只是 我觉得我们都是要这样子 就是 就是这样子很很简单的 然后很开心的做一个分享 那我这个朋友呢 他们呢 听了这个 这个 这个讲座呢 非常非常的感动 所以就在他们的店里呢 放着天天之夜疗愈全力 还有DM 那知道呢 我们美丽的玉姓姐呢 就刚好就是我这个好朋友的 好几十年的好朋友 然后所以 他就拿了那张DM之后 就来到两年前 4月份 4月9号在彰化 就是 老师第一次来到彰化办的那个讲座 你看 所以现在就诞生了一个游览车女王 你看 在彰化喔 彰化旁边的这个乡镇 园林市嘛 园林镇 还是园林市 园林 在园林 然后呢 对已经升级了 然后 你看喔 一个精英会 你看 玉姓姐她经营一个精英会 这样子不到一年的时间 那可以呢 超越很多 很多的精英会呢 可能她开设的时间更久 你看 这动辄就五六十人 然后呢 一次讲座的时候啊 可以来到八台游览车欸 我觉得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很棒喔 然后所以呢我想 我们在超马系统里面 讲究的是能量 讲究的是天人合一 而在这样子的天人合一当中呢 会开启我们的视野 开启我们的心量 好 然后 然后 接下来呢 嗯 再请 美丽的惠惠姐 来为我们做一个分享 我看到她拍那个大头天 我真的觉得她真的是 像仙女一样喔 真的就是非常的光亮 这样子 好 请惠惠姐来跟大家分享 好 给惠惠姐的掌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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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师 主持人 各位超马家人 大家晚安 晚安 真的是 其实超马真的是很幸福 以前真的是在 前一个系统是了无出奇 修了很久 念了很多经 早晚都要念经 当中是跪下来 要忏悔跟花怨的 然后念到那个脚都是发马花黑的 那做心法是这么殊胜 就是躺着 坐着都可以 所以我是哀伤的做心法 那做心法就无形中 补足了我的能量场 那觉得 欸怎么 会 很多静都会转 包括亲子今天的 关系也转了 然后以前 我觉得在公司好像是一个抬劳 什么都要我做 然后为什么办公室两个人都坐着 然后货都是我要捡 然后 就来干 那现在不一样 他们两个怎么都跑去捡 并我在办公室接电话 那就是能量场具足 不一样的地方 那再分享一个说 变年轻好了 那我儿子每天晚上回去都会倒垃圾 会停在守卫市门口 然后他下来的时候 守卫跟他说 你老婆的姓 他就去领 结果上面是写 你给我灰灰 他就说 哎 我妈妈 那个是我妈妈 她是留了一头长发在骗了 你不要被她骗了 这就是能量场增加了 然后就变年轻了 对 然后他一次带我孙子去看医生 医生说 妈妈 请把小孩子带进来 我说不是 我是阿嬷 所以 一切是别人看得比较准 所以现在心境是 每天都是很开心 告诉你今天是我生日喔 那为什么我选择没有去庆生 我有跟苍凉大哥说 因为我好久没有看到殷琪 没有跟他一起共振 所以 礼拜三一定要来 我宁愿不去庆生 因为我现在每天都很开心 每天都在过生日 为什么选择今天去过生日 那我就失去跟殷琪共振的一天 所以我选择来参加精英会 所以没有去过生日 对 因为超马 是唯一我下半个子要走的路 只有在这个路 我才有得到幸福跟快乐 在以前我都没有 从来50岁过后 之前啦 50岁之前都没有这么快乐过 就认识大家 我每天都很开心 每天都期待去上精英会 所以 超马路不要放弃 大家一定要好好锁住这条路 对 一切都要跟着老师的脚步走 跟着前选一起走 这样我们才会永远幸福又满足 谢谢 谢谢 谢谢惠惠姐 也恭喜今天生日快乐 那我看到呢 我们经过呢 这一两个小时的这个电度 之后呢 我看到很多人的嘴角更加上扬 那可知道我们这个微笑线呢 就是我们的财富线 那我们脸上呢 就有一个金元宝 那我们这个金元宝 差得越高呢 金颖财宝 就会挂得越多 可是这个金元宝要上来呢 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为大部分我们都是眼红龙 这是另外一种样子呢 但是因为这个能量呢 我们呢不仅步履轻盈呢 我们的脸皮也比较轻盈 你就会up up up up这样子 就越来更加的年轻 那接下来呢 我也要请这个新郎官 我们的莫敏没有去度蜜月 他礼拜天结婚 今天既然住在这里 哇一个舍弃蜜月 一个舍弃生日 生日宴会这样子呢 然后我们请莫敏 请莫敏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那个莫敏呢是Adam嘛 然后那个跟娶了Amy呢 我就想到刚才春梅妈妈讲的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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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ouble a的联姻这样子 谢谢 老师 应期姐 以及超马家人 大家晚安 晚安 我觉得是人生峰回路转 那 其实我每天都会有一些 新的体验 尤其在超马生活里面 那我是不太会去回想过去的 那段痛苦的日子 因为我仿佛他已经离我很远了 可是他的确在我生命里面 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而且我现在看起来是好的影响 如何是好的影响 因为我经历过那一段 我才知道现在的日子是多么的幸福 而且值得珍惜 我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跟家人没有往来的 那我也曾经度过那种十年的时间 我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十年的时间 是等于说是游手好闲 然后一天花一百块 还要买两泡烟的过这种生活 然后那段日子 我是每天都很想 想说我人生到底是为了 活着是为了什么目的 反倒只是说为了 我就觉得说人生活得很长 然后每天都有一些很灰烂的想法 那一直到工 就是到现在的公司 稍微有点好转 那可是心里面 每次从公司出来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还是会很纠结 我就觉得说 那种痛苦还是一直存在着 虽然就是慢慢的 当自己的人身上的轨道 可是每次下班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那种很孤单 那后来我就寻求宗教 我也加入了教会 可是在教会的时候 我发觉说 我就有在参加教会的时候 参加教堂礼拜的时候 或者是参加读书会 像小牌的时候 我稍微开心一点点 可是出了那个教堂 出了那个教室 我的心又开始纠结 为什么 因为我人生的生活迹 并没有任何的转变 而且是越变越糟 我只是有常常问的老天 忘了天空说 我到底是 到底是犯了什么错 然后我后来就是真的很灰心 我连教堂都不去了 那想说怎么办 然后开始看 升星年的书籍 我也看到了凡视讯 当初看了凡视讯的时候 我看不懂 我说这个太困难了 你不要折磨我 完全做不到嘛 那我看了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就把他丢旁边 我说这个太困难了 那一直到加入草码之后 我在两年前的 也是一月份 刚好两年 那也是 应该是这个时期 在那个路边 买到这本抄码 那他真的是转变我的人生 我当时是 业绩非常的烂 而且我很想离开那公司 那也跟 那时候的女朋友也是感情没有很好 那跟家人感情也没有都 都没有很好 因为你想看那十年 每次过年的时候 除夕夜 我宁愿在自己租的那个套房里面吃泡面 我也不要回去见我爸爸妈妈 这种事情 我那种心是多么硬 多么拗的那种感觉 来造就后面自己自怨自来的那种悲苦的命运 那接到草码之后 我的人生开始转变 而且是很迅速的 这个 我们以前都读过秘密这本书 那想说 秘密 希望造就的是我们美妙的人生 希望工作顺利 希望跟家人关系变好 希望你能够取得一个很不错的妻子 然后希望你能赚大钱 那 可是 一直到进入草码之后 我才发觉这一些 的部分 都是在实修当中提升当中 不求自得的 那我加入 我开始做心法之后呢 我的成绩就从最后名 变到公司的前第一名 这样子 然后这两年下来 我之前在这个公司 我常被客户用三字经交 然后很多人跟我作对 然后一天到晚就找我麻烦 可是现在我发觉说这种 这种的几率 几乎没有 每一个客户都是我的贵人 而且他对我非常好 而且是好到 觉得说 我们之前是见过面那种感觉 之前会用那个声音骂我 可是后来现在 把我当弟弟或当儿子 那种很 正经的可耐着 等于说贵人也 常常遇到 然后呢 在那个 跟老板之间的关系 跟同事之间的关系 也变得非常如鱼得水 如木春风 等于说现在 我们老板的脾气 算很不错 可是有时候他发挥起来之后 他会拿那个机关枪乱打 可是他 我每次开会的时候 我都做他旁边 可是我都可以散过去 就是打不到我 而且他会撑上我 我会觉得这个是 真的是太神奇了 那 还有跟家人之间的感情 就是 我 就是我们 在那个 在就是 婚宴上面 那 其实我跟我父亲之间 我 我很尊敬他 我很怕他 那 就是 我其实我很爱他 但是他 我知道他很爱我 可是我们两个之间的 那种个性就是 很僵硬 那 就是包含说这一次说 那个主持人说 他突然就拖了一个桥段 说 你们有多久没有拥抱了 爸爸多久没有抱抱小孩了 我说 大概四十年吧 因为我今年刚好四十岁 然后我看我爸的嘴角 都抽动了一下 然后就好像快哭出来的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 要抱抱爸爸这样子 那我过去抱抱他 然后抱完之后 他嘴角又抽动了一下 就是 就是 我们感觉到那种父子的亲情 是真的是 很美妙的 那就是 就是 还接下来是感情的部分 因为前几年 我这辈子 应该也认识很多的女孩子 可是通常都是 无疾而终 可半年之后 我们的吵架就说算了 反正大家都很年轻 一直到 进入超马之后 就是 我那时候 到后来我才发觉 还想到一个问题 还想到说 在大概前年的七月的时候 那时候 前年六月还有五月的时候 我那时候想说 如果 我那时候想组成一个家庭 或者是说想有一个 一个好的归宿 欸不是好的归宿啊 像有一个美丽的家人这样子 然后 要聪明可爱有德性 那时候我去参加基因会 彰化基因会的时候 我在那个旁边 我的好朋友 议长 他就跟我说 他跟我说 你别想了啦 你不可能 人不到你 没有那种东西的 我想说 你不要那么直白吧 可是后来 我就跟天帝这边 请天帝帮忙 我说 欸如果有这个机会 没有的话就算了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就是我们组成超马家庭 我们去做这些 做这些事情 然后接近更多的人 为天帝做事 我觉得这是很开心的啊 那我们在交往这一年多以来 也是每一次见面的时候 其实 见面的时间很短 那见面的时候 就是去发书 不然就是去参加基因会 去接引人 不然就跟他朋友讲超马 这样子 也不会觉得很 他说 你会觉得说 去哪里玩 会不会很重要 我说好像以前都会想出去玩 可是进来超马之后 你会发觉到哪边都是很宜然自得的 因为我们能量场主了 你到哪边都是 都是 都是 天堂都是乐园 而且到哪边都是有很棒的 这些和善的家人 就觉得很开心 那所以说在这个婚姻的 这个 我其实到现在 我还不觉得我结婚 因为没什么感觉 因为都没有住在一起 还是分隔两地 但是后来我发觉说 这个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让我看到 在自己的很多的不足 然后也是有成长的地方 那我真的很感激 就是说 在两年前我做这个决定 什么决定 我决定把这本书拿出来好好看一看 而且我决定好好的去 运用里面的方式 把它融入我的生活当中 然后我决定 那时候 印记节 也是4月9号的时候 我在彰化遇到印记节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来参加经营会啊 你要参加这个 一开始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 我在台中 我每个礼拜要开个去 我很懒 你知道吗 但是他就说 你要来啊 这个很棒你要来 那我就想说好啊 就我去一次 但是他可能 他可能认我说 第二次都不会去了 可是我去一次之后 我觉得 诶 这感觉很舒服很棒哦 因为为什么 因为好像 之前的那些 拉力拉扎的那种 不愉快的感觉都不见了 然后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我觉得很棒一点 是我选择说 我没有离开 就算我的劲 已经越来越好转的时候 我还是 不断的在这个 在这个操马里面 去做学习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劲好转 只是一个 副产品 副产品 那真的我们 提升我们自己的灵性 它是永无止境的 所以说就是 第一次来的朋友 真的 我们去敞开自己的心门 然后呢 让自己 给自己的时间 再操一次命运 然后那边学习 最重要是学习到 转变我们生命的时候 更要 好好地把握住 然后不要叫救死离开 那会很可惜 我觉得就是说 在这段时间里面 那 因为准备婚礼 还有说婚礼的过程 还有说这些 其实是很多 很繁复的一些东西 那也会有一些 有一些看到自己的不足 譬如说我会生气 我居然发觉我会很生气 我说你不要讲那种 就是 会跟另外 会跟我现在最大的那个 我会不会跟他吵架 那 就是在这过程当中 你看到自己有过程 那因为吵完架 说为什么我要发那个脾气 也会开始忏悔 然后开始感过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 婚姻 都是必经的 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那我真的很感谢说 真的是 就是 印记姐那时候真的抓住我 因为我不来的时候 她会赖我 我干什么 来参加精英会啊 真的 精英会真的是不能辣掉 然后导师的共修也不能辣掉 然后每一场的讲座 每一场的 那个分享会 就是可以做的 尽量去做 那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 让我们 幸福的法门 没有其他的 没有其他方式的 不管是什么宗教 什么 什么样的系统 没有比这个更宽 更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大家 要真的要好好把握住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孟米的分享真的很棒 我们每一场的讲座课程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要 遗落任何一个可求的灵魂 那也很少看到像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收服这么好的 讲座课程之后 还有这么棒的精英会 有没有 我们可以常常来这边充电 然后每个人都度的这样子亮晶晶 好 然后接下来我要再请 呃 请陈浙哥为我们做分享 我觉得我很佩服他 他 他在拍那个 那个 太阳啊 我真的拍到彩虹 自从导师 在 在为我们 就是这个 讲述这个彩虹大法之后 真的全世界各地 就一直出现很多彩虹 而且 圆形彩虹 圆形彩虹你是要从 那个高空才看得到 可是 现在我们就看到那么多 那么多殊胜的彩虹 而且我很佩服 陈浙哥真的唱出彩虹 我真的像练经一样的 我只要是心情 有一些比较沉闷的时候 我就填他的那个 那个音档出来听 我就觉得 哇真的空气中行 老师好 美丽的殷琪姐好 好 还有各位亲爱的 张宝教人大家晚上好 好 有没有想到Q到我 因为 最近就是 最近就是 家里有一些事情 就是 原生家庭 那我 可以分享 就是说我之前 就照 比如说 以前人家算命 跟家属无缘 等等 好 等一下 我知道陈浙哥 此刻很感动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你只有三分钟 很好 那后来 我最近 从彩虹大法之后 还有那个 我也说不上来 身心理治养班 我也在睡 所以回来我就觉得 一股力量 就一股力量说 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那个要听什么 那个 我们要做的工作 一段时间 在那个群组 我都没有做 一股力量就是说 你就是要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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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对对对要做要做 好就做 就听到那个 那个 那个来讲 突然一直打也一直下来 我就突然觉得说 哇 回首一看 我自己 我自己的原生家庭 来讲的话 无缘 其实到后来 我才知道是 我是那个 罪魁祸首 因为我从小得天赌后 那得天赌后的时候 我们在一般的角度 认为说 我们人的角度是 那是理所当然 但是我就惹了一些事情 然后我就想说 其实家庭整个 这样子来讲 原来我是罪魁祸首 我就开始忏悔 我就开始回去跟家人互动 那也就是说 最难度的家人 其实 它是我一个 目标 好 因为 我觉得 骨折的街银人 只要有心 一定就说 OK 说不上来 但是 真的 从进入超马 我就有愿意 要度很多人 因为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精英会 我一个礼拜 刚开始参加三场 那共修 进入以后我就没有落掉 那个讲座我也是 那我就发觉 今天这样子 众多家人一起来分享 内在那股能量一直在锁上来 那就是在洗激灵魂 那也很开心 有这个机会 Cube上来 祝大家能量满满 歌要 一定要唱 虽然 唱得不好 但是 我是抬头这样唱的 所以那边 乖乖 感恩 对 陈德哥唱得很好 唱出另外一种 新的境界 而且真的有 七彩的彩虹 我真的是 我觉得很震撼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用一个 三分钟请俊贤 来为我们做分享 最好冬夜也可以分享 冬夜啦 冬夜 真的吗 冬夜真的越来越可爱 越来越帅 而且他忽然就长得好高 哦 导师好 哇 大家 好 冬夜 冬夜呢 他这一次1月5号 高生性滋养班 在第六个心法 最完美的自己 他有看到画面 哦 我们先给冬夜再一个掌声 好 冬夜分享看看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 帅哥的冬夜 看到将军 看到将军 将军 将军 将军是谁 是 原始的 那个将军是原始的他 大概几岁 三十到四十 三十到四十 对哦 然后他在做什么呢 刚打完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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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为什么会感动呢 为什么会流眼泪呢 因为我一直问他很多话 你问他很多话 那你问了什么呢 他说他现在不能说啦 还是你有没有曾经跟爸爸说 你都没有说好 你们的对话不能说吗 哦 就是有这么样子 那你的感动呢 感动 分享一下 那为什么你会后一定要去跟老师说拜拜 为什么一定要去谢谢老师呢 来 将军请说 好 那因为冬夜呢 他可能 可能呢 不知道 什么可以说 什么不能说啦 这样子 好 没关系 那谢谢冬夜的分享 那也谢谢他的成长 然后请那个冬夜的爸爸 来跟大家分享 嗯 嗯 導师好 欸大家好 欸主持人好 我是俊贤 就是冬夜的爸爸 那其实 冬夜他是有跟我分享说 其实 我们家 一 我们家一进草马 就是四个人 就进草马 但是我总觉得我的 小孩 跟我的女儿 她们在做心法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 很特别的一个 比如说 那一天 跟董夜像她那天 彩虹心法 做完的时候 她就说 她一闭上眼睛 她就看到彩虹 我们都觉得说 因为小孩子说话 最不会去杀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嗯 像我的女儿做心法 她也觉得 也特别的神奇 像前 前几天她突然 她有一个 之前看这个牙齿 她也是又有牙齿的问题 但是之前去看那个牙医的时候 牙医跟她讲说 然后后面有一个很 就是类似 致死掌歪 往前底 那这个东西真的是 要嘛就是把它拔掉 那其实她很怕痛 所以她这几天 特别的做心法 然后她昨天的时候跟我讲说 爸爸 我的牙齿症了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草马 真的是让我们真的觉得 有一些神奇的力量 真的靠大家去 去做实验验证 那其实 像我们真的 我是真的觉得做草马 像我们 偷生在这个志工 其实 真的不求有什么回报 但是真的是一切不求自得 那包括我最近的一个 工作上 真的是订单接不完 接到自己会害怕 因为本身是设计 那设计就是 它一定要有一定的时间 但是 我觉得修草马 给我们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 是什么 因为修行修智慧 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处理我们的工作的顺序 我们如果能够把它 用得很顺 其实 我们可以缩短一般的工时 比正常的 还要再缩短 所以真的很感恩 然后 这个 这么棒的大法 让我们的生活 包括家庭 事业 什么 都变顺了 那以上是我的心得分享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东晏 还有俊贤的分享 确实呢 在草马 有很多非凡的体验呢 那我们昨天在台北的学员有一个 他在几年前 他在 都接不到单 然后呢 其实他去年 五月份 来到跟导师做一个企业咨询的时候 他是要告诉导师说 到底公司要不要关了 然后呢 就算接到单了 也不会动 然后呢 重点单也进不来 可是呢 他现在是说 他过去他的银饮也是几千万 但是他现在呢 他就想说放弃了 不要做了 都去跟厂商分享操碼 然后一趟就 就接十几个案子这样 然后呢 那个案子大到他不会做 因为 已经接好几亿了这样 他就说 这个 这个太丰盛了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因为呢 他自己本身也 也是有那种体质感应 然后呢 也研究命理 他也是能通的人 他说 此刻通往幸福快乐 就是因为呢 做的 合余 就是说 为了自己的责任呢 就是把自己的责任呢 负担起来 做了合余天心的事情 所以呢 感恩导师呢 没 不厌 这个不辞辛劳呢 不远千里呢 然后呢 来到 来到那个世界各地 只要有人呢 愿意想要学习抄马呢 他就在那里 那学习抄马呢 导师所开的讲座课程呢 除了我们可以再充电 再更新 再update之外 我们可以来分享 另外呢 因为提升灵命嘛 提升别人灵命 乃是最大的功德呢 而我们居然可以这样子就受益 否则真的经都念不完耶 磕头磕不完 朝山 朝不完 而其实最重要的是 因为我们在同一艘船上 所以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因为历人就是历吉 爱出呢 才会爱反 所以以上呢 非常感恩 所有的家人 今天在这边呢 我们在这边共振 在这样比较冷的夜晚 而且又外面又下雨 而且大家刚下班 这样子赶过来 然后真的是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 我感恩 我们下周再见 他出发了一个小小节